我 是我 你没事吧 这是第七次了 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 在我面前倒下 而我却无能为力 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 生不如死 这些事情不能全怪你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我爸 我奶奶 杨叔叔 京语 这些事情 全部都是为我而死的 有时候 我真觉得我就是一个祸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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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我认识的 那个云洪神吗 我认识的云洪神 他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他会报复 会一生视日本人为死敌 他会把悲伤 化成血耻的动力 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 以为他甩弱自责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那他们确实死得不止 你说得对 刚才我只是一时的软弱 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秘书 您怎么样伤得厉害吗 我没事 洪神啊 老杨让我转告你 对这件事情 你不要有一丁点的自责 你固然是这件事情 发酵的引子 但军统和戴笠 真正想要对付的不是你 是老杨 而且 这件事情还牵扯到 我们千辛万苦 转移出来的储备金 这个储备金 它关系着前线 无数战士的生命 所以老杨的牺牲 是必然的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你善于分析 那你分析一下 如果你死了 他们会放过老杨吗 老杨生前常说一句话 每一个生命 都有他独特的价值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可轻易放弃 老杨是放弃了他的生命 但是他用他一个人的生命 保全了更多人的生命 这份放弃就是值得的 这份牺牲就是伟大的 他为什么这么做 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党的任务 党 还有更多的任务 等着我们去完成 所以我们一定要 保全好自己的性命 以老杨同志为榜样 继续为党工作 对吗 我会的 我会的 你的入党申请 党组织批准了 恭喜你 云洪神同志 小王 我会的 奶奶 以后啊 我会全力以赴地支持小山 让小山做她想做的事 她现在可优秀了 她将来一定能成为像爸爸那样 那样优秀的人 是 组长 不对劲啊 这周围怎么这么安静 一个人都没有 副战长他们不会有事吧 这里肯定有一个临时指挥中心 咱们从后面包抄过去 走 那是小山 那 去她那儿 为什么 她多精啊 她往那边走 那边一定藏着大鱼 说不定纵方跟敏兰就藏在那儿 好 走 撤 走 走 我走 我走 走 走 等他们全部上来 你们抄后路 A组 B组全部就位 等候命令 人呢 人呢 跑了 空城计啊 快 请信 大少爷 这边好像能通出去 走 米兰 我不会放过你的 爬下 少爷 哥 爬下 没事吧 跑了 又让他跑了 凌晗下一步会做什么 他一定能猜到密码本的下落 还会跟我有关 所以 他一定还会打我的主意 许处长 找我有事吗 凌晗知道的这个 他刚才打电话来过 你没在办公室 乱说些什么吧 他在电话里面都说了什么 许章说说了一番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想想 有些奇怪 什么话 忠于自我 无损于道德 可他的确损害了 一部分人的利益 忠于自我 无损于道德 可是他确实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 我很抱歉 希望你今后 也能找到一个理想的爱人 瓜点眉眉 绿书成衣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 许处长 您最好不要再打听下去了 我有点急事要办 先走了 您请自便 来 你还和米兰看过电影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灵涵真正的目的 是让徐处长给我上那句话 最后那四个字 绿树成荫 成荫路 他们要抓那些孩子 这只是一个圈套 他真正要对付的人是我们 这你都看不出来吗 你别拦着我 孩子们有危险 我不能不管 不是不管 我们要想想 接下来该怎么管 你把他们放了 我跟你走 带你上路太不安全了 交换人质 你至少可以争取到 一点脱身的时间 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 或许能全身而退 安静 二少 你那么聪明的人 应该早就料到 我根本没有打算全身而退 如果这些孩子 不能让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会先开墙的 其实你也没什么损失 如果我们都死了 那个人也少了好几个帮手 我要是你 我早就开墙了 这件事情无论什么结局 我都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我知道你不在乎你自己的命 可昆吾呢 他还一心盼着回日本和他的妻儿团圆 你们像疯狗一样 死咬着八哥的情报不放 无非就是他这份情报非常的重要 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让他落到你们手上的 你们的军队 会在这次战场上失败 而这个失败就只是一个开始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地给你们找麻烦 那是以后的事了 我不想管也管不了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拿这些孩子威胁你 要么你给我想要的东西 要么我拿这些孩子陪葬 之前也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也要威胁我 可是最后都死了 是吗 你不好奇你的心上人现在在干什么吗 铭枪市井是你们的暗号吧 我猜他早就找到我们的人了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铭枪市井呢 疏散人群封锁这个路口 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铭枪市井 秘密码本在哪里 我不知道 看来你并不在乎他们的死活啊 我没有时间跟你耗下去 我数到三 你要是不开口 他 就会炸 好 一 别哭了 安静 组长 赶紧回去通知站长 还不快去 是 走 保险箱的钥匙在我身上 二少 果然没让我失望啊 把这些孩子都放了吧 这不合规矩吧 我还一点甜头都没尝到 你就让我下血本 合适吗 你别忘了这里到处都是我的人 你带的人越多就越累赘 无形当中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你反正已经拿这些孩子 达到了威胁我的目的了 倒不如把大部分的孩子都给放了 只留下来一个人 要是我不会交给你 我要亲手交给凌涵 这事没得商量 你要是不同意我的条件 我就会放弃营救 放孩子 唐队长 五分钟之后 你派一个人沿路去找 我会在一个合适的地方 把燕子扔下 记住了 行动结束之前 确保孩子们的安全 拜托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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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站的精英全都到了 你说我如果把你们都杀死在这儿 是不是就等于一举摧毁了湖南站 这算不算是柯敬平亲手把他们送到我手上的 密码本在保险箱里 云洪生身上有一把钥匙 文雁明身上也有一把钥匙 有一把是假的 两把都是真的 这种保险箱 需要两把钥匙 说 保险箱在哪儿 我会告诉你们吗 你要是开了枪的话 站长不可能会放过你的 如果我们不开枪 他就会放过我们吗 还有现在谁放过谁 他还不好说呢吧 你做错的事情越少 余力就越大 有时候一面之差 结局就不一样了 袁洪生 你不用跟他废话了 你就记住你作为特工的职责 就行了 我没有我 要劳烦二位帮我们吸引一下火力了 乐意笑了 不过你只有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我就要履行 我曾经立下过的誓言 到那个时候 就看谁的运气更好一些了 等这十分钟结束 我依然会履行我当初的誓言 我依然会履行我当初的誓言 十分钟以后动手 还是十分钟以后会出什么事 十分钟 我依然会履行我当初的誓言 我依然会依然会被划级 我依然会被启言 我依然会被划级 我依然会被划级 你未必须的事 以后一输入想法 你未必须的事 我依然会被划级 队光秘朗了 前面就是安全幕 咱们续弹打枪 先救副战场 走 好 ITE OF THE CHART 组长 陆组长 自己手上 把金刚轨 啊 来 来 来 干嘛 来 来 来 干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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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意思是 让凌涵死在今天的行动当中 这是战长的意思 也是局座的意思 如果有一天 我和战长发生了冲突 你会站在那一边 别闭着 珍珠 阵警 站住 站住 走吧 大少爷 怎么样 人齐了 走 先不用增援等我命令 是 你怎么看 他们是想混淆视听 让我们无法判断 凌晗接下来会做什么 凌晗 你还是大意了吧 哥原来你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 他来了 他肯定是想等外面乱了套 再跳窗进来 你都能想到的路 他是绝对不可能会走的 我猜他肯定是把这个配电视 炸了之后再从上面下来 把我们后面的同事引开 让他们自乱阵脚 然后再进来取密码栏 待会儿这样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 保护站长 凌晗的身世 组织上调查清楚 我其实是前卿的两户统治 你不是日本人 还有什么意义吗 站长 您没事吧 想死而生 九年 心患 云洪山心里明白 此时只能让林涵相信自己不是日本人 他才会交出密钥 虽然林涵不是日本人 但柯景平却一定要置他于死地 这个举动让云洪山开始对柯景平的身份 产生了怀疑 他是一个好大功 可惜了 看着这些卷宗云洪山更加确认 坤谷不是林涵 而是另有其人 随着卷宗里越来越多的信息呈现在云洪山眼前 疑点和矛头全部都指向了柯景平 他是昆武的可能性最大 盛兴才 盛兴才 盛兴 盛兴 盛兴你盛 八哥回长山以后住过的旅馆 月光临 看着这些卷宗云洪山 美国有大器人 也不是想要花费 你盛兴 有充分 也不是想要花费 你盛兴 你盛兴 我来的 你盛兴 你盛兴 你有充分 你盛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凌晗这件事情 站长已经尽力了 他有他的苦衷 你别怪他 你要是心里不痛快就说出来 别一个人憋着 虽然说出来不解决问题 可是把不好的情绪发泄出来 心里总是会舒服一点 对吧 如果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该有多痛苦 云洪参 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回来了 怎么样 人抓到了吗 凌晗死了 敏兰和总方跑了 红齐 你能冷静吗 你们俩 我去体下小刀 好 今天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好一点 好多了 你要多休息 这样才能好得快 对了 今天吃完晚饭之后 我眯了一会儿 但总感觉睡不时 总被惊醒 老感觉有人在外面走动 应该是我哥和小刀 轮流戒备的时候 不小心把动静 弄得太大了 其实他们俩的脚步伤 很好人 但我总感觉不像 也可能是我出现了幻觉 不说这个了吧 令汉怎么还没保重 柯景平亲自盯着 没有办法做手脚 令汉死的时候 我已经把他的 真实身事告诉他了 你已经尽力了 事已至此 你完全没有必要自责 既然组织上的情报说 昆武令有其人 那身在局中 又能掌控全局的 嫌疑最大的就是柯景平 这跟你的怀疑 也是吻合的 他实在是太可怕了 暗中操纵着一切 将所有人都玩弄于鼓掌之间 而且让令汉这么厉害的人 给他当了提词鬼 他更可怕的是 竟然一点破绽 都没有露出来 要不是组织上查出了令汉的身世 我们所有人 都被他蒙骗过去了 如果不是宗方伪造 他的假身世把他拉下去 他的人生 应该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可静平是一个很可怕的对手 不 吴秘书 我怀疑 凌晗很有可能在盛兴旅社 给我留下了什么东西 那就说明 他有事情要托付给你办 我觉得是 他虽然不是昆武 可也确实做了不少的坏事 他给你留东西 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今天下午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已经暗示过他 我已经知道他不是昆武了 他好像也听懂了 你做错的事情越少 余地就越大 有时候一面之差 结局就不一样了 可是根据现实情况来看 从西边的岳阳湖方向偷袭 恰恰是对日军 最有利的偷袭条件呢 吴秘书 你还记得淮音侯列传里 韩信打卫报吗 卫报主力驻扎蒲板堵塞了 在临近关 韩信让冠英在临近关扬装渡河 而当时卫军主力扶水渡河 偷袭安逸 卫报在调整防守方向之时 冠英率军渡河抄了卫报的后路 前后夹击卫军大败 在这一战中 最薄弱 最被忽视的部队 是冠英的部队 但是他 却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而如今在长沙的 周围日军的兵力中 第106师团 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106师团去年在万家岭 被国军包围 差点全军覆没 日军会用一个 败军之师去搞战略迂回吗 并不厌诈 刚村宁次算转了 大家都会这么想 所以才反击到而行之 刚村宁次感冒这样的风险了 106师团 战功赫赫 而且还经过万家岭的考验 而如今106师团留下来的 都是经过战斗洗礼的老兵 师团长是松浦纯六郎 也是刚村宁次的一员猛将 这样的败军之师 不容小觑 有道理 但你得能拿出实据来 否则仅仅靠你的推断 就推翻 这可是无数同志 用鲜血和生命 才换回来的情报啊 从屈人质叛逃 到八哥搞到这么重要的情报 这一系列的事情 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你说 整件事情当中 有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米兰 之前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他为什么会潜伏在我身边 说他伺机投密码本吧 可他没有窥探性的行为 说他对我有什么调查的动向吧 可好像又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直到他暴露身份之前 原来他在有意无意地帮助我 之前我破解八哥密码的时候 他一直不拙痕迹地引导我 给我很多关键性信息 后来追查李妙涵宗芳 也是在他的帮助下 我才找到了突破高 如果没有他 事情就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 他一个日本间谍 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 帮你去破解八哥的密码 而且还引导你去抓他的同伙 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所以他潜伏在我身边的目的 应该就是一步一步地引导我 接近八哥手里的情报 还有柯景平在整个事件上的反应 也非常地刻意 他既然并不急于得到密码本 还要营造出一种 密码本至关重要的假象 你让何作风呢 撤 您稍等一下 您稍等一下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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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枪啊 谁也不能阻止我们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站长 你没事吧 一堆废物 就算全站的人都撤出去 也不许有这样的纰漏 这个女人怎么进来的 是我的失职 站长 我告诉你 如果密码本被这个女人炸了 咱们全站上下都吃不了兜着走 站长 喝口水 你放那儿吧 你今天不是去银行了吗 我觉得事情不太对就回来了 哪里不对 林涵她是一个聪明的疯子 到了最后一刻 她很可能会见走偏锋 干出一些疯狂的事来 我不相信她 也不相信巧合 季科长在银行附近看见米兰 很可能是人为安排的 所以真正的目标是占领 对 真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有本事 把米兰藏在送侧相仪的车上 林涵活着的时候 都是是局座跟前的红刃 动一些手脚不是办不到 他们今天啊 到站里来销毁密码本 那就说明银行那边是安全的 文艳明呢 他去哪儿了 咱们还没回来 喂 什么 文艳明受伤了 云洪燊非常懊恼 他不但没能活捉到米兰 还导致了文艳明的受伤 他和昆吾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就完败 云洪燊的心里直发寒 他眼前的这个人 太善于刺中别人的软肋 也太精于算计人心 他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是致命的杀咒 而且他没有感情 哪怕是他待在身边 十年的文艳明 对他来说也不过是一颗 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 他就像是一部精密 而没有弱点的杀人机器 这样的对手 光是想想 就让人心生恐惧 医生 他怎么样了 子弹取出来了 伤口也已经缝合好了 他最好静养一段时间 不要剧烈运动 否则影响伤口愈合不好 以后会影响左手的灵活性 好 谢谢您 叶鸣 站长 那个叫许昭帝的女人招了 可副站长还没有审完 他就蹊跷留学死了 你在这儿看着 我先回去 对不起 是我估算失误 我以为银行那边没有危险 都是我把你给害了 我们两个的初衷 都是让对方不要身陷陷阱 我现在 也算是求人得人了 都怪我 废话真多 吵得我闹热的 好 不说了 站着 您过来看 它是三氧化二身中的毒 她的假发和她用来 易容的化妆品里面 掺入了大量的皮霜 在用行之前 皮霜只是通过她的皮肤 渗透进她的身体 她是缓慢地扩散 不至于马上死 但是用行过后 她开始流血 并且泼了水以后 残留的皮霜 吃进了她的嘴里 没过多久就死了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我爱的人 在我面前亲口承认了 她是共产党 然后告诉我 我视如兄长 还有恩师的那个人 是国武 是我的敌人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让那颗子弹 直接打中我的心脏 一了百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它不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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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一鸣 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点 你让我怎么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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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最信任的人 他救了我 他跟我读书 带我入行 他教我怎么做一名 合格的特工 你现在让我怀疑他 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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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做不到 我明白 我明白你做不到 我明白 如果现在有个人 跑过来告诉我 我的父亲是一个汉奸 我也不会接受的 我甚至不会去相信 对不对 我明白 可你看着我 看着我的眼睛 看着我 我们再无法接受 我们也应该面对现实 因为这关系当 一个城市和 无数条无辜的生命 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自己 我们还是中国人 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 我失去了 两位至亲的人 我知道 失去在我的人是什么样的滋味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所有的痛苦 都让我一个人去承担 可我知道这只是一种奢望 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 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走了 晚上再来看你 我们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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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来看 这画怎么放这儿呢 是不是墙上钉过什么东西 小吕 到 请给我找一张八十乘五十的地图 然后再准备一盒图定 是 组长 等一会儿 待会儿把这个也拿走啊 是 这里先不要动 维持原样 水还是热的 茶也是刚泡的 它怎么突然就跑了呢 你 去找人打听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看到宗方离开 还有就是怎么离开的 是 有没有人看到宗方离开 没有人看到本来 点几 点击 呀 agencies 有点意外 心得肯定 你猜肯定 到哪里 好 我很兴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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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